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天的产量不够卖 不然早就发了 不过 父子两代几年下来 业务扩展得相当有规模 只是吴老先生能一直保留着当年捡肉的工具 一直记得那个一天只打两把刀的时代 我会想起来 几个小两枝 两枝喔 两枝喔 你一枝一天一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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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千多枝喔 一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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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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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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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� 那就是人家說假規矩還拜求討 那他們一家對打炮的對方 存著什麼樣的心情 還有想不想弄一些刀去廈門賣 海賺他們一票 讓他們知道什麼叫做賠了夫人又責病的味道 不過兩岸關係這麼曖昧的狀態下 打炮、鋼刀這兩種話題 好像都太敏感了一點 你說是不是 所以後來一直沒感恩 所以後來一直沒感恩